1300零食,1350零食,中品零器的行情不错,大概跟大拍卖会第一件都是精品有关,并且出价的基本都是住机修饰。 芳希也就默默看着他们装逼,最终这件地云五烟螺以1400块零食的价格,被一间包厢内的修饰买下。 紫木丹,能辅助木属性零根链器中期修饰突破后期的丹药,分为三组,每组一粒,三百零食起拍,第一组。 欧阳正面上露出一丝微笑,继续拍卖。 芳希靠在软椅上,倒是见识了一番大拍卖会的繁华。 各种破阶丹药,增进法力的精品丹药。 精品法器。 奇物。 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一宝,紫蕴镯。 工房一体的精品,最近刚刚从古修遗迹中发掘,消耗法力极少,适合助机修饰使用,威力比上品灵气还要超出一截, 其拍价两千零食,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百零食。 半个时辰之后,欧阳正展示出一件紫色的镯子一宝。 其上转刻着大量复杂悬傲的花纹。 灵光四溢,一件便知不是繁品。 两千一百零食,一个苍老的声音立即爆价。 两千二百零食,在厂住机修市显然都对这件紫蕴镯十分感兴趣,没多久价格变到了两千九百零食的高位。 三千五百零食,突然,一个年轻而自信的男子声音充斥全场,直接压下其余镜拍者。 众人纷纷看向那个包厢,就见窗户敞开,坐着一位身穿海蓝色发袍,头戴玉冠,见眉心目的筑机修市。 他手持玉折扇,一副游戏人间的家公子模样,对于众人注视丝毫不切,相反却拱了拱手,满脸笑意。 竟然是此人,越国宋家的少主,宋青。 据说,此人原本执掌清竹方式的万海楼分部,结果业绩在一杆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顺利夺得宋家少主大位,然后修为突飞猛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三十余岁便成功筑基,被誉为越国家族修市中难得一见的天才。 方兮望着此人,倾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议论,眼眸略微变得深邃。 没想到,当年区区一家万海楼的掌柜,如今竟然已经变成宋家少主,还成功筑基。 此人与自己可算有仇,只是还需要忍耐。 嗯,不过此人筑基,至少说明长生术的确是原本,没什么遗漏隐藏。 毕竟此人当年,的确已心魔发过誓言。 心魔誓言这种东西,对道徒不屑一顾,之后都无意修为精进的修仙者而言,其实也没多大约树立。 但这宋卿不同,此人既然发了心魔誓言之后,还能顺利修行,筑基成功,显然所发誓言为真。 但宋家,可是还有长生术原本的。 方兮对此,倒是有些志在必得。 并且,修炼了长生术的他,还是想尽量消除隐患的。 毕竟若被发现他是当初购买长生术之人,然后原本资质平庸,再被检测出轻木灵体,那问题可就大了,搞不好自己的金手指都有泄密风险。 至少,纵然结单老祖,也会对肃成轻木灵体很感兴趣。 但,不是时机。 方兮目光避开宋卿位置,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原来是宋家少主,罢了,就卖宋家一个面子。 哈哈,我乃枫叶寒家家主,不知宋家老祖如今身体可好啊。 宋家的面子的确大,那些住机修士纷纷放弃争夺。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紫韵卓的价格也到了极限,顺利被宋卿收入囊中。 本次拍卖会有师尊信誉保证,每一次拍卖都必然公平,不得以示压人。 欧阳振冷哼一声,不音不扬地词了宋卿一句,然后继续拍卖。 这一次上台的,是各种灵兽弹与幼虫。 猎蜂笋,双头递息,雷脚蟒。 芳熙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些妖兽中步伐成年之后能体敌筑机修士的。 但对普通散修而言,平时的喂养都是一笔大投入, 而妖兽受缘悠久,成长时间往往太过漫长。 因此,还是家族修士购买的居多。 不少修仙家族,老祖宗作画之后主动解除契约,或者制作预售牌, 再让灵宠守护家族数十上百年的都有。 等到灵宠结束拍卖之后,又是一批功法、秘术,乃至修仙四义传承上台。 芳熙扫了一眼,没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功法秘术。 至于传承, 竟然只有二阶制服传承,看来修仙界对高级技艺的封锁有些严重。 芳熙也只是看看,并未购买。 终于,在她都等得有些无聊的时候, 欧阳镇的声音传来,画龙餐一珠,已经有220年份, 乃是炼制住鸡丹的重要辅材, 底价八百零食,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五十零食。 九百零食 一楼大厅之中,已经有炼气圆满的散修忍不住喊价。 一千零食 场面顿时变得十分热闹,各方加价生此起彼伏, 很快就到了一千二百零食。 一千三百零食 芳熙自然也加入其中,喊出报价。 这其实已经略略超出画龙餐以往的价格了。 一千三百五十零食 某个包厢中,一个青年咬牙切齿的报价。 旁边,一名老朽则是叹息一声, 会者儿,一千三百五十块零食, 已经是家族能支援你的最高价格了。 一旦还有家价,你就必须放弃。 叔叔,只要有画龙餐,再加上家族中珍藏的碧灵液, 我就可以凑齐住鸡丹所有辅财。 等待有人拿出腰丹,就可合作炼丹了呀。 只要承担两颗以上,我便能住鸡了,放弃了,我不甘。 云者儿握紧拳头,心中默默祈祷。 这价格已经很高了。 但下一刻,一个不急不徐的声音再次响起, 一千四百零食。 这声音宛若压倒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青年满脸失神的摊坐回椅子上, 毛子中都有些失去光泽。 呵,又一个傻子,大概是散修出身,没有门路吧。 另一包箱内,宋青也笑咪咪地点停, 只要有门路,画龙参与碧灵液加起来, 也不过一千五百零食,真正难得的是二接妖丹。 家族中服药材料早已准备好数份, 奈何妖丹难寻啊。 他望向万寿山方向, 神情中隐隐带着一丝渴望与恐惧。 虽然溢价很多, 但总算抢到手了, 冤大头便冤大头吧。 竟拍成功地方熙松了一口气, 慢悠悠地注视着场中。 但下一件拍卖品, 却出乎方熙预料。 二接上品的裂锋金刀阵, 阵盘,阵齐完整, 是刚刚炼制而成, 操纵简单, 威力惊人, 可谓护山大阵, 范围可笼罩十数里方圆, 是难得的精品。 欧阳阵像咪咪地展示一杆杆灵光闪闪的阵旗, 底价三千零十, 各位想要购买阵法守护家族, 或者建立方式的, 不可错过呀。 方熙眼睛骤然一亮, 二接上品的阵法, 他根本布置不出来。 而裂锋金刀阵主杀阵, 此阵若全力催动, 落入阵法死门的铸鸡后期妖兽, 都难以幸存。 当然, 一般铸鸡妖兽都开了灵制, 不会如此傻地深入大阵。 但方熙不同啊, 他能保证妖兽一来就落入死门当中。 此阵若拿到手, 那弄妖丹真的跟探囊取物一般轻松。 方熙眼眸微微发亮, 但看到宋卿的包厢位置, 又变得沉默。 此人的性格他领教过了, 绝非善累, 路财太多, 很容易被盯上。 先等等, 再看看。 方熙按兵不动, 而这套阵法, 显然陷入那些助击势力的狂热争夺之中, 价格很快变上了四千。 他盘算一番家底, 直接就放弃了。 自身销赃之后, 最多之时有七千零食, 加上之前购买与本次的消耗, 只剩下三千多块下品零食。 这不是争不争的问题, 根本买不起。 到最后, 这套二阶上品阵法以五千零食的高价, 被一个急需护山大阵的新晋驻鸡家族收入囊中。 又过了几件拍卖品后, 欧阳阵再次拿出一套阵盘阵棋。 二阶中品, 以目神雷阵的残阵, 此阵损失了数杆阵棋, 阵盘受过损伤, 后来经过修补, 勉强恢复一定威能。 方熙望着那一杆杆青涩的阵棋, 略有些迟疑。 这时, 就听一个包厢内有女生传出, 此阵笼罩范围如何, 生门死门可有变化。 此女所问的问题, 都在关键处, 可能也是一位阵法师。 方熙耳朵竖起, 便听见欧阳阵略有些尴尬的回答, 此阵笼罩范围缩减为二百丈左右, 脸膝功能有所削弱, 至于其他禁止, 大体还算完好。 二百丈。 女阵法师发出一声痴笑, 没有再问。 一些老成的修士也纷纷叹息。 一般而言, 二阶阵法若微能全开, 至少可以笼罩数里, 甚至十数里方圆。 二百丈, 才六百多米, 已经落到一阶层次, 不够用啊。 至于脸膝功能削弱, 便是难以隐藏, 纵然带到野外布置陷阱, 也不会有妖兽傻到闯入进来。 可以说, 相当鸡肋。 嗨嗨, 二阶中品以木神雷残阵, 底价一千五百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二十零食。 欧阳阵也是有些无奈, 这阵法也是其主人在外猎杀妖兽之时损毁, 不得以支下放弃, 无奈送拍, 反正总比直接报费卖材料强一些。 果然, 底下修士竞争寥寥。 零星几个报价之后, 就以一千六百零食的价格, 被包厢内一位客人买走。 欧阳阵心中松了口气, 脸上重新洋溢起笑容, 各位, 接下来便是本次大拍卖会的压轴之物了。